在大陸躲了12年 最後還是反台面對現實 炸飽潛逃的許文彤 怎麼也沒想到 精心設計的這一局 全都白費心血 不但被判刑坐牢 還被保險公司提告 得賠償280萬 聽到兒子消息 93歲的老母親 難過的掉下眼淚 本來以為兒子早就不在人間 沒想到卻是騙局一場 被自己小孩遺棄十多年 完全沒有任何消息 時間拉回民國90年 許文彤跟妻子因為欠債 利用颱風來襲期間 夥同三名兒女 把車子推下濱海公路海邊 假裝夫妻倆被海浪衝走 逃往大陸 一逃就是12年 一直到妻子在大陸過世 他才自首返台 炸零的7000萬保險金 除了1600多萬拿來還債 三個子女各分到1400多萬 但兩個兒子投資失利 把錢賠光 女兒分到的錢 也幾乎歸還保險公司 剩下的則是被許文彤夫妻倆 當作潛逃的生活費 但現在除了自己和小孩 被判刑得要坐牢 還得賠償保險公司280萬 白忙一場 太太一直說這樣 自殺的改改更快 沒有想到這樣 沒有想到這樣 徐文彤因為審議失敗 想用炸保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還狠心的拋下老母親跑到大陸 沒想到躲了這麼多年 最後還是得回來面對現實 悔不當初 記者 朱丁榮 基隆報道